你好 我们做直媒体 其实是一个非常挑战的工作 要多面的时候 要完成各种各样不同的任务 要用到不同的工具 对工具的了解收藏 是一个日常性的工作 那即便有些东西你今天不用 你要对它有所了解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你知道这样一个工具的存在 老虎今天带给你的 就是这么一个 不是非常常用 但是你要用它的时候 用起来非常之方便 就像我们平时工具箱里头 一些东西一样 在特殊场景才用到它 但是你在场景来了的时候 你要没这个东西你就玩不转 好 今天给你带来的 这个是免费的一个工具 很轻量级 工具有点老 但是它是经典款 所以老虎牵着 它要什么多少革新 它就是能解决问题 这个工具呢就是 叫np4tools 就是np4工具 它里头是两个小工具 一个是把np4把它分解拆开 截断 另外一个是把它合成 所以两个独立的工具 放在一个工具包里头 叫做np4工具 一个叫joiner 一个是叫splitter 一个是切分 一个是组合 那这名字就是讲了它的功能工具的专业性 就是在这个一个工具 把一个东西做到机制 就把这个工作完成 那你讲把一个np4把它分解开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样一个场景 有很多其实 比如说一个很大的文件 你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的时候某种这种搬运的这种方式 或者是网络或者无线或者连线 或者是存储的空间的限制 都会导致一个大的文件搬起来容易失败 那有的时候就会把它结成一小片 一小片就容易运输搬运或者是投送 另外一个一个好大的文件 在后期处理的时候 可能由于你的计算机不够强大 导致它花费的时间巨长 或者是会容易后期渲染的时候出错 或者是根本就带动不了 这是你的节奏 结成几段 这是第二场景 还有一个场景 比如说我这样一个好大的视频 我就想保留其中一段 或者是我从里头想选起几段 来作为短片发布 对吧 为什么讲这样一个分割 是一个好的工具 因为正常的后期的处理软件 你都不必须把这个东西重新渲染 结成这么几段 把别的删掉 然后这一段重新导出一下子 然后你要等它重新生成一个全新的视频 那这个分割器呢 就是就直接就这么长的 就像老早的电影胶片一样 我不用重新生成一个新的电影胶片 就在这边咔嚓剪刀下去 就一段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这是一段 所以非常快速 那么它的组合也是这个道理 它好像就放到一起 弄个胶带子一贴 好了 是完整的一个视频 就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地方 很小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工具的下载网站 是个免费的 是个免费的软件 你到这地方来 下面有Windows版本 有这个Mac版本 然后你点击它很小 非常快就下载 下载完了以后 运行 下载安装 安装以后运行就非常方便 你知道我现在是Windows的机器 我就在这边找NP4 NP4的Splitter 我就可以打开 这是非常简单的界面 它就干这件事情 所以我打开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 我为了给大家展示 我就下载了我自己的 上个礼拜的直播 一个小时零九分 比如说我这里头有那么一段 挺好的 我可以拿出来单独发一个片子 比如说回答某个问题 这样一片段 好 这个界面就这样 打开视频 好 我下载了视频在这地方 一个小时零九分 我选择它 然后它就会载入 载入以后 这一方操作取得非常简单 现在是从0这个点 比如说我要从 这个地方 现在的时间错是5分20秒 5分20秒 这个地方 我在这地方截一段 因为我要从5分20秒 截到8分多钟 截一个片段出来 比如说你这地方就是选择 这个时间错 5分20秒 注意你这地方可以直接输入 5分25秒 比如说25秒 可以到真这样一个层面 后面还有三位小数 那么你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调整 调整26秒 3 这个是秒这样一个级别 然后你把这个光标放在这地方 你调整到后面这个 后面这三位数 所以你可以精确的控制 在哪一个针上面想点刀 好 我们现在比如说是5分31秒的132 这个地方 那我添加一个分割点 一点击它 你看 这个时候第一个片段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 是从开始0到5分31.132 这个片段总共有多长时间呢 5分31秒132这个长度 然后这个第一个 现在这个操作就把这个视频分成了两个片段 对吧 第一个是5分钟中剩下的是有一小时 3分29秒 那么好 我讲这个我真正要指片段是5分钟到第 到这样一个9分09秒 如果是我找准了这个时间点 添加一个分割点 所以你可以添加 添加n多个 我们现在是把它这个视频分成了三段 第一个片段是5分31秒 第二个片段是3分37秒 第三个剩下的第四 59分 然后我这个时候再可以拖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再下一个剪刀 在这边点击 添加分割点 这个时候又分成了四段 我们再 在这个地方添加一个 剪辑的这个点 我再添 现在这个地方 123455段 这个视频 第一段是5分多钟 第二段是3分多钟 第三段是21分钟 第四段是3分钟 第四段是24分钟 好 我们刚才讲了好几种场景 你要干这事情 现在就说 我不管你是踩成短片 或者从大视频变成短视频 或者是我从电影里头 截取一个片段 我喜欢的 或者是我从别人的视频里头 截取一个精华的片段 作为我个人的笔记收藏 不管你是什么的理由 那么我这个时候要点击分割 注意 我现在这个是没有后期的视频 实际上操作的时间 你看见的就是 你现在是在我的视频里看见的 我点击开始分割 然后将我保存到哪个地方去 保存到我现在 保存到某一个文件夹 我要告诉指定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我就可以讲 就在我的刚才文件夹里头 刚才这个文件夹就是4K下载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讲选择文件夹 就像你把我分割出来的片段 是你的 放到哪个文件夹里头 好 我把它放到这个里头去 好 我就讲选择文件夹 注意 1 2 3 4 5 在5秒钟不到 他讲用时实际上是3秒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关闭 然后我到那个文件夹里头 看怎么生成了 大家注意看到 在这地方 5个片段 这是原来的这一个小时的 09分的 然后后面的是 第一个片段 01 02 03 04 05 5个片段生成了 那5个片段的这个长度的话 跟那边是完全是一样的 你看第一个片段是5分31秒 第二个片段是3分37秒 然后其他 那个时长完全匹配 3秒钟 把一个一个小时的 结成了5个片段 那么接下来我再给你展示一下 怎么样把它重新合成 比如说我在 那合成的是它 合成的这个工具是叫 Join 就是NP4 是这个 我讲这个工具包里头两个工具 一个切割 一个合成 这个合成也非常简单 所以 你刚才都看成中文 你这个地方看成是英文 你可以在这边改 调整一下 这个语言的诗字 选择简体中文 然后它这个界面就变成中文 大家会要重新启动以后 才会起效果 你关闭重新启动一下 这一次这个应用 到这里放来 开始 NP4 Join 好 这个时候 大家看见的就是一个中文的界面 这个时候 你讲添加视频 你要合成的是哪些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们到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 我添加去 下载 在这地方 我们刚才分割成了5个 所以 1 2 3 4 5 对吧 这5个 5个视频的片段 选择它 然后打开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弄进来 你要注意这个顺序了 现在是5在第一 你可以讲 保整这个顺序 5把它放到最后 然后1把它放到最上 2把它放到第二去 12345 现在这个顺序对了 然后你可以和平它 我们看看 它合并 是不是比刚才那个 裁剪 就分割要 更快还是更慢 5期应该多花一点时间 我们看一下 合并 合并 这个是输出的文件 我们就把它叫做文件 叫做输出 保存 1 2 3 4 5 6 7 8 10秒 预计的时间16秒 现在 因为我这个现在上面打开了很多应用 你要是你机器比较好的话会很快的 因为它只要把那几个这个简洁地方把它粘贴起来就可以了 总共是25秒 在我现在的机器上 25秒 那它是不是已经合成了呢 我们到刚才那个文件夹去看 叫做输出 你可以看到 跟原来这个文件略有一点点差异 你看到了 原来我下载的从右往下来是660兆 现在合成了是657兆 我们看一下它的时间 一小时零九分零一秒 这个是一小时零九分 就相差 在这个数据上相差 相差一秒 那很可能它的这个精度是在后面 也就是说它在一秒之内 这个数整个的 在从通过 讲我们这个 从输出这个角度来讲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是否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这是一个视频 它是可以播放的 你可以看 那么几次短片就可以了 好 没有任何问题 那在这方面顺带演示一下 刚才的这个剪辑下的视频 只花了三秒钟 就分成五段的这个视频 也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挑第三段来播放 当初我怎么建第二个频道 我已经忘记了 我可是现在怎么找也找不到 怎么样建第三个频道 麻烦您指导一下 谢谢 好 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 看到了 给大家的完整的演示 分割和合并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工具 也非常方便 那么 你通过老胡今天这期节目 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工具的存在 是这样 然后你把这个视频收藏 或者在你的笔记上面 把这样的东西 加到你的工具箱里头 记住这个名字也好 下次只要收一下这NPC Tools 你去能收到这个工具 直到这样一个场景 你有印象 像 揭取一个短片 并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删掉了 然后重新倒出一个视频的片段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方便的 这样一共去游泳了好多年了 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好的 那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 谢谢 谢谢 再见 詞曲 李宗盛